哈喽大家好我是包哥 哈喽大家好我是杰武 今天干嘛呢 今天回去看爸爸 你回去看你爸爸 对呀 又很长时间没看你爸了吧 一个多月快两个月没去看我爸了吧 对孩子上次我帮你干农活的时候 对吧 对 现在不知道你爸爸身体怎么样呢 身体的话老是这样吧 反正也不能干活 嗯 就老样子 哦 这个街坊啊 那个后面拎的什么东西啊 后面是买点历史 历史给弟弟妹妹去 一点东西 要送给你爸爸妈 送给爸爸妈妈 弟弟妹妹去 他们去的话 到你家里也有 要冒20公里路了 对有 对吧 嗯 听说这两天 你小孩没带啊 小孩没带 小孩发在家里了 在家里啊 对 哦 我听你爸爸妈妈说 你现在的老公跟你关系又不好 呃不好 对吧 他怎么天天要打你吵架 还好你没跟他拿结婚证吧 嗯 对对 拿了吗 没拿 没拿了之后 你怎么把他小孩生下来的 那时候 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哈哈哈哈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对 姐妹 这时候我帮你送到你爸爸那里去吧 行 好吧 谢谢 我们就把安全带系好 我们就出发了 好 哎呦 好 走 好 开车 啊 我妈说老婴了 哈哈哈哈 上次听说你爸是个胃还是肝不好对吧 他做了很多次两三次手术了里面 反正啥啥都做了 哦 现在的话也不能干活 啊 有时候那些有些东西也不能吃 哦 哈哈 你还 弟弟妹妹还在家呢 弟弟妹妹在家啊 在家 哦 他说 你也两个月没去看你爸妈了 今天正好带你回去看一下 是 上次帮你家里干农活 哇塞了两脚呢 对啊 啊 是啊 哈哈 对吧 对啊 这个大山好高 对啊 你把这个山上也有滑坡都是大舌头都断下来 下雨天的时候还危险 是啊 好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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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哦 不是 对啊 对啊 不是 コ Sometimes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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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我来背 哎呦 哎呦 来来来 来 哎呦 哎呦 坐不坐 还好 还好不是很重 好吧 那我都拿不起来好坐的 哎呦 然后看到你爸爸妈妈了 还有你弟弟妹妹 是吧 对 好 马上到了吧 对马上到了 好再走再走一下 今天太阳慢大的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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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夫啊 哎呦 我背了 慢头打汗了 啊 好 幸福你了 哦 是到了 哎呦 你女儿 有两个月没来看你了吧 啊 是吧 哦 哦 现在身体怎么样 再喝一点 姐夫你介绍 介绍你爸爸情况 啊 他身上都是伤疤 一位老师住宿宿嘛 啊 住了两三次来 他身上都是伤疤来的 他医院还没去看吗 嗯 还没有去复查 还没去复查 嗯 现在你爸又不能干活 不能干活 啊 还有些东西不能去 全部压力都压在你 妈妈 这里哦 对啊 只有我妈妈一个人 呃 你弟弟妹妹他们呢 在外面玩啊 在外面玩 他们在外面玩 他们在外面玩 哦 你女儿 两个月告诉我 没来看你了 今天备了一筐 东西 我说里面什么啊 自己家里 种了一点水果 啊 带过来给你吃的 对 对吧 你女儿很孝顺哦 是吧 好好孝顺 现在这里 他个肚子这里 现在吃东西 还能慢慢复吃一点吗 哦 这里还开刀的 对 开了好几次岛 开了好几次岛啊 嗯 对 哦 这种你要经常过来 要帮忙啊 对啊 反正 你在那里也没什么事 对吧 对 他 你钱也不负责任 把小孩生好了 人也再出去 也不顾家 对 嗯 对 这时候你谈谈以后的打算 规划 去玩 你没什么收入 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在家带小孩也不能出去打工 我父母这边都啊 勤快都很难了 小孩都上学 而且我爸爸也不能干活 靠谱 今天过来看一下 买弄的牛奶 给你爸爸 还有你底下还有弟弟妹妹一起吃 啊 自己能照顾就照顾一点 听说你爸爸这里马上要勾麦子了 对啊 你要回来要帮帮忙 是啊 对吧 把麦子勾好 嗯 条件上要好一点 也带你爸爸去医院 去再检查一下 嗯 嗯 对啊 街舞你说呢 好 检查一下 因为 你这个家庭 比较困难的 因为财务压力靠在你妈妈一个人 你弟弟妹妹 他们也岁数又小 对啊 又不能干活 他们还在读书 他们一个星期的学费也不少 嗯 上次到你家来一晃 快两个月了 对啊 好快啊 对吧 还有一些爱心人士 三百块钱你给你爸爸没有 给了 你给你爸爸了 我说我怕你没给呢 他给你了吗 给了 给了啊 这因为三百块钱也是救命钱 多少不得 不是很多 可以到医院去复查看个病 怎么说你这个家庭真的 我说你还是回来照顾你爸爸妈妈 你不要去再等到你那里了 我也知道你为了你儿子 对吧 不熟的 他又一定不好又不顾家 嗯 对 啊 小村长大家去问一问 如果他实在不好你就回来照顾你妈爸爸妈妈了 对吧 你一直等到这里他又不回家又在外面干什么 啊 结婚生也不跟你领 是 全部给你掉在这里 是不是啊 是啊 我跟你女儿讲那个意思 叫他回来照顾你 对吧 你底下还有两个弟弟 还有一个妹妹对吧 嗯 两个妹妹三个弟弟 嗯 两个妹妹三个弟弟 你看 两个妹妹三个弟弟 五个 增加的六个 增加的爸妈 就是 呃 八个人 嗯 对吧 他负担很重 我是这样说的啊 啊 啊 你还是回来照顾你 你为了这个儿子 把你生下来 他又不负责任 嗯 对吧 你爸身体又不好 这个是怎么办 这个事情 结果 我以个人的能力 我这里也不多 对吧 给你两百块钱 给你爸爸 不要给了 你没多忙 啊 不拿好 你拿好 不不不不 我不多 对吧 呃 我只有自己能力 这么有一点限 对吧 如果我好一点 给你多一点 呃 节目带你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啊 拿好 啊 谢谢 谢谢你了 没关系 自己 自己反正 我能力就这么多 好吧 谢谢你 结果我想这个意思 你听懂了 你这个家庭啊 也是 你这个男人把你小孩生出来 也不负责任 害了你到现在 又不能照顾 爸爸妈妈 啊 好吧 好 你有什么话 跟粉丝说两句 我感谢一直以来的这包哥的粉丝们的支持 还有他下次来也倒了这么多东西 这次也倒了这么多东西 真的还给我爸爸钱 真的非常感谢 我这个人的话也不怎么会说话 而且我以前说的我我话也不怎么好 所以 真的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感谢 包括 嗯 一直以来 对我们的关系和照顾 真的 真的很好 好了 没关系 跟你爸爸说一下 你爸爸有可能不听我 不 听不懂我话 嗯 我要回去了 吃晚饭再走吧 啊 晚饭不吃了 这里 我这个人你也知道 晚饭不吃了 不习惯 下次有机会 再来看你们啊 谢谢啊 自己照顾好身体 啊 啊 来 我们弄个照 耶 爸爸妈家里来 看望一下他爸爸妈妈 现在他爸爸妈妈身体有所好转 但是有时间的话 我和捷舞 再带他爸爸到医院去搞一次检查 可也是一种不错 嗯 好吧 啊 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感谢家人们对包哥的支持 还有好多的粉丝 与大爱人士 对捷舞的 爸爸的关心 也和爱 啊 拜拜 关注包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